马次 马次一度是詹姆斯生涯中最大的阴影 而现在来到胡人之后 詹姆斯一个赛季则有四次面对马次队 北京时间2018年10月23日 马次客场以143比142加10大战胜胡人队 詹姆斯拿下32分8篮板14次助攻 关键时刻张黄两把全尸 2007年和2014年 马次两次在总决战终结詹姆斯 可以说詹姆斯生涯中 始终没有翻阅的大三就是马次队 马次也一直盛产詹姆斯终结者 从报文到伦纳德无不是如此 而詹姆斯在身穿胡人球衣 第一次面对马次就手感不佳 上来就四投零中 包括两次三分尝试失败 但是詹姆斯还是马上做出了调整 胡人队手机一度落后17分之多 此时詹姆斯连续送出两次助攻 包括一次和哈特的连线 詹姆斯面对两人防守的 急得传球动穿马次防线 直接助攻哈特上来得手 胡人也打出6-0的攻击波追击马次 不够詹姆斯在进攻端没有作为 胡人队这边还是逐渐陷入困境 很快马次再次打出高潮 拉开到了17分的差距 中头不行突破上来也不灵 第二节中段 詹姆斯的几次突破都无攻而反 在一次对一对的单挑盖一的突破中 詹姆斯甚至直接被盖一钉板大帽 直到詹姆斯第七次出手 才抿中了自己全场的第一球 不过很快詹姆斯再次出现失误 在一对一突破再次被长断 整个半场詹姆斯多次面露露色 或许是对于自己如同梦游的半场表现感到了不满 半场最后28点净秒 詹姆斯推着坎宁安的一次上来2加1 实际上也是四步上来的走步为例 半场詹姆斯几乎没有一次限量的进攻 如果不是胡人的一帮小将发挥出色 胡人半场就会被马次打花了 第四节刚开始 詹姆斯上来命中三分 此时胡人对警戒落后了两分 随后詹姆斯内心突破制造杀伤罚球 依然是嘴里喋喋不休和裁判讨论本场比赛 关于他突破之后吹罚的尺度问题 和前两场不一样的是 詹姆斯这场比赛至少末节还是有所发挥 包括不断的突破和中投命中 比赛最后两分钟 詹姆斯的一次背后击的传球 再次助攻队友上篮 胡人依然保留着感希望 比赛最后2.4秒钟 詹姆斯命中了一个超远的捏天三分 胡人神奇的追平了马次 此前也是詹姆斯的助攻帮助库斯马命中三分 33秒的时间内詹姆斯拯救了胡人 加十赛的最后55秒詹黄 再次命中2加1上篮 胡人领先6分胜券在握 然而比赛最后11.2秒 詹姆斯竟然两次罚球不中 最终胡人戏剧性的被马次再次逆转